動物的具體表現 更因此被網友票選 成為今年最性感的吃素女藝人 去年的冠軍 中國歌星王妃 則是為了要替 純惡劣的女兒李嫣祈福 才開始吃素 今年上榜的 還有蒙古著名的女歌手 娜明金和香港女星Maggie Q 她們兩個不但吃素 還分別替善待動物組織 拍攝寫真海報 呼籲更多民眾加入吃素行列 善待動物組織 每年從全球吃素藝人當中 挑選入圍者 並展開為期一個月的網路投票 由網友來票選出 最性感的吃素女藝人 記者彭尚星報導 蘇大哥 今天你話最少 本來你應該是主角 結果大家 講到那個不吃肉 意見都很多 我再請教 還是不容易 我的意思是說 在台灣 儘管說素食餐廳已經很多 大家對所謂的健康 環保以及所謂的養生 都已經很有質疑到的觀念 還是不方便 還是不方便 我想是這樣 我大概快最後了 我做一個總結 我想這個 不會啦 還夠分證的 第一個 我跟很多醫界朋友談過 說我們可能在11月初 要辦一個素食的醫療的論壇 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非常非常反對 週一無肉的醫生出來 我們來拿一個對台 他們告訴我說現在 找不到醫生反對 醫界已經沒有一個人敢跳出來說 這樣對健康不好 甚至大部分都會覺得健康會很好 所以週一無肉應該對健康是OK的啦 不會有什麼問題 第二個這個方便性 我覺得確實是真的要改善 以後我們會在第三波信息會好好地討論這個問題 目前這個整個的社會 對一個週一無肉的素食者 確實還不是太方便 也不是說很好吃 我要補充啦 要加強一下 我有很多素食的朋友 我這麼多年來跟他們吃飯 我們從來沒有遇到任何問題 不管是很高檔的餐廳 或是平常的減餐店 幾乎完全沒有遇到任何問題 我們曾經在烤肉店還有素食的 對啊 它也可以烤素的東西 所以大家會覺得有壓力 事實上當你自己去做的時候 一點壓力都沒 你花三四百塊去燒肉吃到保店店 去烤青椒這樣還沒好 有時候你可以點菇類啊 杏鮑菇就很貴啊 你可以挑貴的來烤嘛 有時候也是社交的一種嘛 不過禮拜一可能大家要一起去聚餐 機會不多 比較大的問題是在於說 我中午跟晚上到底怎麼辦啊 蘇芬姐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帶便當是一個做法 可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帶便當啊 就是再來就是說 我如果出去外面吃的話怎麼辦 禮拜一不吃肉 有沒有生活上的一些 撇步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有啊 其實那如果說你覺得 你吃的飯量不夠 菜量不夠 沒關係 那你就吃水果啊 像這個香蕉就很好啊 而且你要吃有效率的水果 怎麼說 香蕉還沒有很多香蕉斑的時候 你就不要吃 等到有很多香蕉斑的時候 它可以提高免疫力 那像番茄的話 我們把它蒸熟了 你是說香蕉快爛 還沒爛的時候是最好 對 所以你有時候去水果攤 你會發現 老闆那個香蕉都快爛黑了 你為什麼還在賣 老闆會跟你說 這個比較好 很多人都搶的要買這種 等一下這個要打差 無疑無疑無疑 無疑無疑 我先跟你講 真正有機的香蕉 外面爛裡面還是香的 好 那如果說 你用盥形農法去種的話 外面爛裡面是爛 所以我常有個觀念 就是道德經有一句話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所以人一定要跟天地共生 就是為什麼要吃蔬食 無肉日 就是我要跟天地 遵天盡地一個精神 吃金酒熱量很高 大概會飽足感 還有其他的方法 有啊 那有些人不會吃說 我吃蔬我不曉得吃哪些顏色 有時候你去那素食店 你要自己拿嘛 那就把握一個原則 五種不同的顏色 十種不同的食物 那你就會食物很均衡 像白色山藥 那個還有洋蔥切開來也是白色 那綠色就很容易分辨 就很多 那還有紅色啊 像這個紅蔥頭啦 還有橘子啦 蘋果啦 都是紅色的 還有木耳也很棒 紅田菜是紅的 甜菜有一種那個紅的甜菜 那你就只要記得 五種不同的顏色 十種不同的食材 那你這樣吃起來 絕對營養均衡 但是你這都說 自己帶便當的啊 我外面買的 一樣啊 你能跟老闆說一下 大部分你如果素食店 他都要自己去看嘛 很多素食店都是這樣 那你開的時候 就盡量不同顏色 而且你吃起來會很豐富 我覺得吃素很有趣味 就是他一樣可以吃起來 口感不一樣的東西 山藥啦蔬菜啦 然後你吃起來 他滋味完全不一樣 有一些他做法可能是涼拌的 有一些可能要加一些什麼 芝麻醬啦 甚至有的做工飽 加起來跟我們吃荤的 吃起來口感一樣豐富 對啊 這點我補充一下 我們去韓國館的話 我們可以吃什麼你知道嗎 可以吃韓式拌飯 你叫他不要放牛肉 就是素的啦因為沒有肉 然後我們今天如果吃 還是沒有肉 對沒有肉啊 我們今天吃 當然我們吃水餃 就花素水餃啦 沒有肉啊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我們今天吃一般館子的 我剛才說那幾樣菜都可以 吃日本料理很簡單啊 日本料理就酪力壽司 也是很高檔 有沒有肉沒有肉啊 也不用那麼辛苦啦 還是有杯子方法可以解決 有什麼方法 就是說你們講都比較貴的嘛 我就去吃日本料理 去吃個午餐 我們今天吃便當好了 我們今天其實 像我自己的話 我如果是外面賣便當 我會跟那種老闆說 你便當裡面不要幫我放肉 他其實老闆說 那給你掃10塊錢 所以我不知道 你的店可能是比較黑店 我平常是跟他買便當 說我不要肉的話 他一定給我掃10塊 然後多一樣菜 我跟你講我的經驗好不好 今天中午我就特地 我還幫我同事 就是那一位先生 他買那個雞排便當 他那一塊雞排這麼大一塊 他的80塊 那我的那個菜色實在不怎麼樣 我的60塊 那一塊雞排才20塊 我當然要吃啊 老闆聽你講 明天一定改進 真的嗎 我看他不會看這個情況 所以說大哥 我要請教你 生活上會遇到什麼困難 而你們打算怎麼樣解決 這個困難 因為你們說第一年要成為 讓台灣宣佈週一 無日日 第二年要串聯全球 一定要成功嘛 困難在哪裡 我覺得主持人 你今天一定一直有在 好像著重在這個 素食的那個社交方面 我是這樣想 就是今天能在這邊 討論這個問題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了 這個問題受到重視 大家慢慢會發覺他的真相 發覺他更深一層的道理 我覺得會越來越好 整個這個社會在這方面的關聯 那第二個我們 像我以週一無日的立場來說 我們希望 分食餐廳能夠加入我們這個平台 我們現在重點不是在素食餐廳 因為他已經全數了 沒錯 那分食餐廳 我們的一個特別的守則 就是希望他在週一的時候 他的無肉的菜單 能夠佔他總菜單的三分之一以上 因為一般你到餐廳去 大概比方說到五星級飯店 或是一般的餐廳 他常常就是 素食人就是給你到套餐 可能那個菜單 那個百分比 可能只是百分之二到五 那現在我們希望 禮拜一他 暴增到百分之三十 在比利時跟特斯 他們是要求到百分之六十 這個也代表說不管三十還是六十 這代表說一個開始 社會經重視的事情 然後分食他也能做這樣的調整 可能也對他的業績 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事實上我們常常點菜 就是有肉也有菜 假如他菜單裡面無肉的菜單更多的話 而且如果能打一個指 鼓勵當天的顧客 多點一部分這一部分的 那個航無肉餐 那我們的這個目的慢慢就會達到 但是你吃素兩三年遇到的困難 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法 我覺得就是說 真的是要營造一個友善蔬食的環境 那這個我們會去推動 那其實瑞典的綠黨 他就有一個年輕人 在去年我們那個全球綠黨大會上 他就說他回到瑞典以後 他去參選市議員 他就要以推動蔬食為他的政見 那我相信我們其實 台灣的蔬食人口已經很高了 那其實如果我們能夠讓蔬食跟葷食的 這個界限不要那麼明顯 讓整個社會其實吃蔬食很方便的話 其實也可以變成台灣 推動觀光的一個很好的產業 所以營養師給我們一些建議 其實我是覺得吃素 去吃一般葷食餐廳 反而比較能夠省錢 為什麼呢 你只要跟老闆說我今天不吃肉 他不好是推薦你吃肉的菜單 都叫你找一些素的菜單 譬如說一些蛋跟豆腐的菜 那個菜價位都是比較低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一餐吃下來 可能比吃葷的便宜很多 所以吃素這點好處 就是這個好處 而且很重要的是說 這個菜一定是台灣自己做的 這個是本地的食物 而且我覺得帶孩子吃 慢慢的下一代 他們就會把這個當成理所當然的觀念 好 謝謝你收看